因為拜登就說 如果以色列進攻拉法的話 那就不再提供武器彈藥 這是不是代表說 美國也畫了紅線呢 時間先交給惠雲 好 沒錯 這個是美國總統拜登 他最新接受了CNN的專訪 還有提到說 如果以色列進軍到拉法市的話 這個美國是不會來提供 以色列相關的武器彈藥的 也就是說拜登的意思是 美國的武器不能夠用在 對付目前在拉法市區 這邊避難的加薩平民 但是拜登這樣的立場 會不會也是變相的 給以色列一些空間了呢 是說以色列 你還是可以進軍拉法 但是我們美國的東西 只要不參與就好 是有這種意思嗎 這個也相當的耐人尋味 因為其實美國的立場 向來就是反對以色列 進軍到拉法地區 做任何主要的大規模的行動 不過也有專家分析說 由於拉法地區這裡就是一個 很小的範圍了 所以你要怎麼樣定義 是主要的行動 因為以色列這邊的說法是說 他們會對拉法進行有限度的攻擊 也就是說他們希望把戰事 都局限在某一區 現在看起來會從拉法東部地區 這邊開始下手 因為已經要讓這個 目前在拉法東部這邊 有大概數十萬人 要這些人全部的撤離 所以如果以色列堅持 他們在拉法所作所為 都是有限度的攻擊的話 那是不是就不違背美國所說的 這個主要的大規模行動 那就代表說是不是可以規避掉 美國政府劃下的紅線 那以色列還是可以繼續的 在拉法做他們想要做的事情 那美國的反對 現在感覺以色列 對以色列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是不是代表說 美國也無法再約束以色列 在拉法地區方面的軍事行動 這個也是之後要觀察的 不過現在可以看到 確實美國跟以色列 在對於拉法這個議題上 甚至說在對於整個加薩行動上面 目前為止已經有出現 很多分歧的地方 那拉法只是其中之一 另外是美國的商業部長 也說如果北京武力攻台 掌控台積電的話 那美國經濟將形同毀滅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言論呢 再把時間交給惠雲 好 這是美國的商務部長雷蒙多 他在最新接受了 這個聽證會的質詢的時候 有官員問他說 那麼現在美國的先進的晶片 是不是有很多 都必須要依靠台灣的台積電 那他也回答說 確實就是如此 因為現在美國有92%的晶片 都是來自於台積電的供應 尤其這個雷蒙多 他有說我們的晶片 是92%是來自於台灣 所以這個主播還特 這個官員還要特別問他說 如果你說了我們 是不是代表美國跟台灣 那他回答說 那你確實是可以這樣解讀的 也就是說現在包含是說 在美國在內 其實台積電就是供應 美國的先進晶片 跟一般製成的晶片 最主要的來源 而且就是掌握在台積電 如果大陸真的無力犯台 並且掌控台積電的話 這有可能連帶的衝擊 美國的經濟會造成毀滅性的影響 這個主要是來自於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的說法 另外我們也可以看到 其實這陣子 美國才剛宣布了 要對台積電加碼補貼 在4月8號的時候 他們宣布說 要再擴大補貼66億美元 主要就是要讓台積電擴建 他們在亞利桑那這邊的晶圓廠 那麼現在總投資金額 會拉高到650億美元 可以說是美國史上最大規模的外資投資 重點就是說 其實在亞利桑那的晶圓廠 之後要新建的第二座 第三座晶圓廠 可能都會是先進製程 包含是說第二座目前已經敲定 是要在生產2奈米以下的晶片了 所以其實在這個方面 台積電是有給出美國這樣的承諾 如今現在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這樣的說法 也可以凸顯出台積電的護國神山 恐怕不只是針對台灣對於美國來說 他們也認為這個是 可以直接衝擊他們國家經濟的 一個重要技術 好 我們要謝謝霍雲鋒 我們掌握的國際焦點 接下來我們要把鏡頭 來轉回國內 是民眾黨將在總統就職大典的 前一天也就是5月19號 到民進黨黨部前封接集會 而且還說要喊出細數 蔡英文總統跳